今天維修這一部焗爐 是這個牌子這邊的 說它的問題就是燒到焦了 已經爆炸了 上部機一刷開就很大焦味 看這個爆炸 就已經燒到這樣了 看到了嗎 我們現在重新幫它 遷就裡面的線路 它裡面的結構重新遷就 差不多完成 再裝上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發熱線 發熱線都燒到焦了 因為它不懂得自己燒油 所以燒到的發熱線都燒到 我現在還餐兩部分 把它弄好 把它收工了 好了 繼續走夜 努力賺錢 好了 炸爐現在撞進去 是著燈的 現在是煲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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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位置不可以入水 對 水的溫度是去不到200度的 對 我們去到200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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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位置對峙 這個位置是對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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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位置是對峙的 就是對峙的 就是調校的溫度 調校的溫度 OK 好 現在表現了 這個位置 是 是